来源,博谈网作者,苏志敏罗马教廷范蒂冈,希望,中国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合一。 博谈网记者苏志敏报道,范蒂冈近期要求两名或教廷任命的合法主教,让被给中、国自行选出的非法主教引发轩然大波。 范蒂冈国务院长帕洛林对此强调,中反对话最终目标是为教会合一,若有人被要求牺牲,也是为了增进全体教会福祉。 天主教香港教屈荣修主教陈日军,书记,则呼虚教品悬崖里马,教宗知情并同意接受范蒂冈领导的地下教会,因不受中国政府认可,而长期遭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压与迫害。 爱国教会虽能免于这样的灾难,但领导他们的唯物神论者且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当局,而马克思则是崇拜魔鬼撒旦,如此矛盾的关系。 现在,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所在的范蒂冈,却希望不要再区分底下教会与爱国教会,希望促成中国教会的合一。 Aspigo 等于 W-I-N-D-O-W-A-B-S-B-Y-G-O-O-G-L-E-PUSH,对于日前合法主教,被迫让位给非法主教,所引发的舆论喧哗。 范蒂冈岗国务院长,哈洛林,T-I-E-T-R-O-P-A-R-O-L-I-N,1月31日新上火线,在接受意大利媒体,新闻报,L-A-S-T-A-M-P-A,范蒂冈岗内部通讯,V-A-T-I-C-A-N-I-I-N, E-E-R的专访中,作出回应,哈洛林表示,教廷与中国对话的最终目标,是希望促成中国教会,的合一。 在教廷眼中,中国没有两个教会,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,只有两群等待逐渐迈向和解之路的信徒,教廷希望以后中国教会,不必再说合法与非法,地上渔官派等区别。 如果有些人被要求做出牺牺,无论大或小的牺牺,那都不是因为政治利益交换,是为了传福音的考量,为了促进天主教会的整体福祉。 帕洛林并重申,教宗方济各本人,掌握了所有泛中对话的细节,绝无任何教廷官员擅自行事。 范帝刚国务院的回应,也是针对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修主教陈日军书记。 在日前,于非斯特发布批评和法主教被迫让位的言论,陈日军当时提到,他曾亲自向教宗陈晴,称共产党正在制定更严厉的限制宗教自由的规定。 但范帝刚却祝福分裂者,陈日军又引述来自香港的驻希腊宗座大使,韩大徽总主教的说辞,指韩总主教曾向教宗谈及此事。 当时方济各回应,那小组为石磨梅,有和我商量,并答应韩总主教会官,驻,阿斯比狗等于WiadoW,ABSBYGOOGLE,BUSH。 对于陈日军的言论,范帝刚发言人,教宗新闻师主任,博客GREGBURKE,早先已步于1月30日的声明中,不点名地批评陈日军言论造成混乱和争议,令人惊讶和遗憾。 声明强调,教宗一直与范帝刚国务院保持联系,听取他们对有关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情况,予以忠实详尽的汇报,并极其关注于中国,正在站开的对话进程。 陈日军对于范帝刚的官方声明,他再次发文回应,指范帝刚的声明说明教宗知道他们在做实谋,教宗同意他们做的。 陈日军在文末表示,他知道自己的言论会引起争论,但不是混乱,并呼须教廷悬崖雷马,信徒的伤感主教任命问题,一直是中犯对话中,最关键,最核心的问题。 过去,范帝刚从未要求以获批准的主教让位,给,被认定为非法的主教,因此这次的事件引发许多议论,一些网友已公开喊出,范帝刚不能代表上帝。